附近航空解散 投下震撼彈 旅遊觀光產業恐怕也被拖下水 两次的飞案事故 追跡事件之后 在整体它搭乘意願上面 都是在降低的 原来新航早在2015年6月第一季 买票搭机的乘客 就比前一年大减37.9万人 降幅高达39% 乘客变形 注定新航命运 也显示台湾旅游观光正面临困境 我觉得应该会吧 因为它是一家很大型的公司 民众很有感 就连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 也认为这是系统性风险 航空一到旅行社无法承受 就会连带影响饭店等下游产业 一起跟着倒闭 学者也忧心 新航无法复兴 将引起蝴蝶效应 目前以华航跟长荣而言 他们这几年又不断地在扩充机队 所以负债比已经都高达70%以上了 跟观光相关的 大家都看到就是台湾这阵子 是很多都比较是受到冲击 它是直接受到冲击第一个点 就怕相关产业崩解下一个倒闭的会是谁 很难预测 不过摊开航空双雄财报 长荣航空前三季营收 1082.61亿 年减22.03% 华航前三季营收 1053.86亿 年减更高达62.03% 全球这么不景气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 其实航空事业不是一个很好经营的一个事业 23号相关概念股股价也是一片绿油油 雄市跌了0.66% 灿星旅则跌将近7% 另外亿飞网更是暴跌9.82% 收在14.7元 看来新航解散风波对旅游业将是另一个危机 东森财经运刘旨行张博想综合报道 下期请继续炒 休息机 讨厌